门前两只石狮列于阶梯左右 沿着阶梯走上这座刻意将地基提高的庙宇 有着南方精致婉约的建筑特色 龟山显安岩主寺应贤祖师这位末代高僧 穿过庙门进入宫庙 这才发现室内别有洞天 立着一根根红柱的大殿空间宽敞 相互环绕 抬头一望竟是富有寓意的雕刻故事 常常看到很多佛教道教的庙宇供奉祖师 在传统民间信仰当中的祖师 指的是在宗教领域有特殊贡献的高僧 因为慈悲为怀的寄民士期而被民众感变至今